Hello Hi 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你知不知道我在哪裡 我在弟弟港 今天又有人中標 又請我來這裡吃點東西 一共叫我十二洋菜 真是正 現在我喝什麼 椰花酒 你看看 看不看得到 其實我很喜歡喝椰花酒 這幾年我都戒酒了 但是今天呢 今年很開心 為什麼 很多人 尤其是有病的朋友 朋友 爸爸媽媽 腳痛 還有腰骨酸痛 他們掃了我的貴人婦 就馬上說 掃很多 而且很多人都能走 我是很開心的 在這裡來說 我也祝福大家 新的一年裡面 恭喜發財 哎呀 這個 Shirley姐姐 經常都是來狗狗鎮的 是不是 很狗狗鎮的 真是 無所謂 今天呢我想問一問你們先 你們要不要接橫菜 接橫菜 還有拿正菜 要不要先 因為為什麼 事實 一件事證明就是 好多人都是重表 這件事是無可否認 已經公認了 所以我在這處 都希望你們買到 好多人都買不到 哨安無草 因為你們不收秩序 搞到警察全部 有很多粉絲中三 我希望你們買一個字 2026 希望你們拿回這個財運 那麼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說 2022年這個苦年 十二生肖裡面 每一個生肖 向著什麼方向拿這個橫財 還有精彩 我告訴大家 我做了功課的了 一時你就知道 我不記得這麼多 啊 今年呢 老實說 老鼠呢 一路來呢 五行呢 是爬行的 是屬水的 你們知不知道 這樣老鼠來講 以火為財 現在去年我跟大家說了 因為老鼠是以火的 火就是財 所以屬鼠的人呢 今年裡面呢 大把財運 而且看不看你得到 你得到 你得到你會懂得理財 如果你不懂得理財 來說呢 你說賺來的錢 或者說你中到的馬標 你都會一條路 這樣是散掉財費的 所以你們一定會懂得理財 找到 中到的錢 或者說 賺到的錢 你就一定是買物業 投資今年來說 屬鼠的朋友呢 是沒有問題的 是OK的 所以說呢 屬鼠來講呢 等一下 我先看看 你的地資呢 是跟什麼呢 可以配合呢 一個是蛇 一個是馬 其實你們三個呢 和這個老鼠來講呢 一個蛇 一個馬 你們都是屬火的 所以說馬 和這個呢 蛇呢 今年的財運 都比較強的 你明白嗎 好 沒理會 蛇了 搞搞震 不要幫人打電話來 識事務者為進結 是不是呢 不用不用 有得去 這樣呢 你們分別呢 在什麼位置 是拿正財 你們是不是很想知道 老鼠 今年拿正財 正式的地方 是在東南方 我不跟你們書館 出的那些 方向哪裏接財神 有什麼 今年接財就是向西方 十二生肖的人 沒有雙衝 沒有雙對 沒有雙黑 要記字 要深收到 所以說你們大家要記得 這樣呢 這個東南方 就是你們老鼠 拿正財 最靚的方向來的 因為東南方 很靚 還有一個就是正南方 都是很正的 這個是拿正財的 你明白嗎 這樣呢 這個就是東南方正財 明白嗎 這個財位就是那個位置 那麼偏財來講 你們在什麼位置呢 就是正式向南 所以你們的財運 是在正式南 偏門 做偏門的朋友 橫財的朋友 偏財的朋友 偏財的朋友 如果你想拿這個財氣來講 就要向南方買字 萬勒也好 多多也好 跑馬也好 大馬彩也好 即是六合彩也好 你們向著南方 這個就是橫財的位置 我希望你們拿得越多越好 好不好 拿到請我喝茶 所以說正財 正財 剛才我講了 正財就是東南方 和正南方 所以說南方對處 今年來講 非常有利 我們叫做大利 要記得了 所以我要讓你們知道 下一期我跟你們講牛 財位橫財位在哪裡 和正財位 所以記得了 好了不說那麼多了 拜拜 我要吃美食了 多謝你們 多謝你們 謝謝拜拜